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开春之后呢 要给这个茉莉花进行一次修剪 这修剪之后呢可以让这个茉莉花后期长出更多的新芽新枝出来 那么现在一段时间过去了 这个茉莉花呢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新芽新枝了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二次修剪工作 那么为什么要剪 怎么剪呢 我们这个时候修剪呢主要是为了让这个茉莉花能够长出更多的分枝侧枝出来 分枝侧枝多 后期只要养护得当啊 它就能够开更多的花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修剪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等到这个新芝长到大概五到十公分左右的高度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这个打顶栽芯的工作 打顶栽芯的话呢我们大概底部呢留两到三对叶片就可以了 底部的高度的话大概在五公分左右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上面这个部位进行打顶 这样打顶之后呢它就会从底部的叶叶柱再冒出分枝出来就可以了 修剪过后呢大家还要注意要给这个茉莉花呀补肥 因为现在是它的新芽新枝的快速生长期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缺了肥 那么那新芽新枝会特别弱长的也会特别少 那么怎么补呢我们这时候补肥要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来促进它的快速生长 那么我一般常用的呢就是这个畜生长型的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蛋领甲比例是30比10比20 蛋含量比较高再加上里面的这个甲元素非常丰富 可以让这个新芽长得更加的粗壮 长势更好 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之后呢给它灌根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以水代肥的方式 也就是每次浇水的时候就适当的带点肥 这样新芽新智的长势才会更好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在长新芽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二次修剪的原因了 那么修剪工作只要把握好了 那么你的茉莉花后期才能够长出脂帆叶茂 花开爆盆的效果出来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